大家好 欢迎收看 及时新闻现场 我是李一璇 一开始来看到 台积电又有员工染疫 7月22号的中科厂 艺人确诊之后 今天一名位在新北市的员工 也确诊了 台积电表示 已经扩大匡列 近距离接触的十多人 要求立刻居家隔离 及自主健康管理 另外台积电的最大工程包商 中顶工程公司 也证实了 有7名员工确诊 办公大楼立刻消毒 并且启动分流上班等防疫措施